两进南北朝时期是中国,历史上十分混乱的一个时代,那个时候真的是成头变换大王旗,没过几天就能改朝换代,老百姓甚至都搞不清楚究竟谁在做皇帝。 南朝的刘宋是南北朝时期第一个朝代,刘宋无论是疆域还是统治时间都是当时的佼佼者。 他的建立者就是著名的刘宇,作为开国之君的刘宇自然十分厉害,不过没有想到他的后代却一个比一个废物,刘宋每当皇位更迭的时候都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,刘郡登上皇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,当时整个皇室为了做皇帝都像是疯了一样,当时的皇帝被太子杀死了,然后太子刚刚没做几天皇帝, 他的弟弟就来了个螳螂捕蝉,把他杀死,自己登基,这个人就是刘俊。